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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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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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我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那在這個結合我們本身專業 做一點對社會有意義的一個創業的行動 其實我們創業的時候從2010年就開始 那時候我和我的朋友 我們參與了一些國際的公共事務 我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藥師可以做什麼 各位知道嗎 如果我想要開一間藥局 全台灣有7000多家的藥局 你們知道全台灣的7-11只有幾家 只有5000多家 所以我開了一間藥局 只是這7000多家其中的一家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開了藥局後要幹嘛呢 我可能要賣保健食品 我可能要賣奶粉尿布 那我念了這個四年的藥師出來以後 有一個專業的執照 那我到底在幹什麼 我居然是去賣這些東西 那時候我們看到的其實 台灣高齡化的社會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那這些長輩裡面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是有在用這個慢性病的用藥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果可以這個我們發揮藥師的專業 專注在這個慢性病的用藥上面 這應該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市場 那尤其呢 漸漸的這個科技的普及 包括說這個電腦啊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 我想如果他們可以傳過來 我們藥師送出去 這個生意實在是太好了 我們很快就會發了 但是喔 這個實際的情況 不是像這個龔狼行為這樣 很簡單 那因為我看這個各位很年輕 所以我先介紹一下 什麼是所謂的慢性病連續處方簽 那慢性病連續處方簽 就例如說糖尿病高血壓這些疾病 它是屬於慢性病的一種 那這個時候呢 你去看醫生 你一次可以領三個月的處方簽 那每個月可以去領一次藥 那第一個月的時候呢 你通常會在醫院領 第二三個月 那你就可以跟回去醫院領 或者是跟社區藥局的藥師領 那我們做的呢 就是你不用出門 我藥師還幫你送過去 另外呢我還是免費的服務 這聽起來這個生意應該還不錯吧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了這樣服務 但是其實蠻有趣的是 我們一開始幾個月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月 大概只有十張廚房簽 二十張廚房簽 那我們就想 哇這下子糟糕了 怎麼會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有一天呢 我們就接到了一個電話 他就說 藥師聽說你們有送藥服務 我說有啊 那晚上可不可以服務 那那時候因為生意也沒有很好 我想晚上就服務吧 好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十點的時候呢 幫我送到淡海來 那我想說 他是想騙財還是騙色這樣 但是呢我照照鏡子我想 他應該不是要騙財也不是要騙色 好那我就送過去了 那一到了他家以後呢 他跟我說不好意思 鑰匙跟你約這麼晚 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他九點多下班 回到他家已經十點了 那他會覺得說 他爸媽就是不識字 他很擔心一個陌生人 跑到他們家 那還送給他的是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的 還送藥到他家 還是一個鑰匙 他是不是他覺得很奇怪 那他很怕呢 我們是騙人的 對所以他就希望說 可不可以約他有在家的時間 那送藥給他 那所以到了以後 我也是一一的跟他 請他爸媽把他的藥拿出來 我們一一的跟他做介紹 那告訴他藥怎麼吃 那聽起來就不像假的 那所以後續呢 這也成為我們一個 很長久的一個客戶 一個夥伴 那其實我們在送到這個藥當中 我們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都是這個 像是說 剛剛說淡海或是平林 甚至是這個基隆的山區的這些人有需要 為什麼不是這個市區的人有需要 我們才發現說 其實各位可以看這個圖 黃色的點是這個台灣的醫學中心 其實呢台灣的醫學 台灣的這個醫療的這個資源 其實是相當集中的 那各位除了看這個醫學中心以外 我跟大家說明 如果現在我們是在新北市 各位知道嗎 新北市現在還有三個區域 沒有診所沒有社區藥局 像是平林啊 像是這個平溪等地 就在我們旁邊的新北市居然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想 這其實我們藥師能夠走出去 這件事情應該是做對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這樣子的服務 那在服務當中 我們也發現說 長輩有一些這個用藥的問題 那例如說 有些藥品和食物不能一起吃 那有一次我就送藥了到這個長輩家裡 那他就跟他對完藥 我要走的時候他很客氣 他就拿了一袋這個水果給我 那因為我要趕著要走 我就跟他謝謝我就走了 那突然呢開車開車開車 到中午了覺得有點餓了 想說他拿水果出來衝擊一下 一看是個柚子 那其實這個長輩 他好在吃高血壓的用藥 高血壓的用藥和柚子 其實是不能一起吃的 那我趕快打電話給這個長輩 因為像現在中秋節要到了 可能很多長輩有在吃柚子 這件事情就要特別的注意 那透過這種真正的關心 長輩就會很相信我們 很信任我們的 那可以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那有些長輩呢 其實他很乖 醫生開的藥都吃 但是呢這也有問題 為什麼齁 這也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大家知道這個綠色的藥 它是RCP0 那一開始呢 長輩吃這個藥 後來呢 醫院換了這個廠牌 換成橘色跟白色這個藥 它成分還是RCP0 那RCP0吃多了以後 這個凝血的功能就會有問題 但是長輩不曉得 他覺得過去還有藥嗎 現在又領了新藥 長得不一樣 就是可以一起吃 所以呢他就一起吃了 最後呢 就會產生像這個圖片這樣子 它會有皮下 會有瘀青的一個 很容易瘀青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其實在照顧上 可能家屬他也不知道是因為藥物造成 他可能會覺得說 是外勞虐待阿公 才會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真正的走到家裡面去 我們就可以發現 很多很多這樣子的問題 那實際的給這些長輩 做一些這個藥物的一些關懷 那長輩其實很有趣 一開始喔 我送藥的時候 我每次都會提醒說 欸長輩你有沒有吃藥 他會說有 那請問你有沒有涼血阿 他也會說有 那有沒有說不要買電台的藥 他也會說不會買 但是呢 常常呢熟了以後他有一次 這個長輩就說 欸藥師今天有沒有空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這一堆 對他都沒有亂買喔 這個都是鄰居送的 這個都是子女送的 還有他自己的慢性病的用藥 那我看到這些以後呢 我就先一一的幫他做分類 那第一個哪些是這個慢性病的用藥 那再來就是哪些是保健食品 可以配合著這個藥物一起吃 那另外呢電台的藥不要買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會造成一些身體的狀況 那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電台的藥不要買這個觀念很簡單 但是我跟各位分享一個我前幾天發生的故事 我前幾天坐計程車 剛好這個司機在聽這個電台的賣藥 我就想欸聽聽看 那聽一聽我就覺得 哇這電台真的很厲害 他們現在還會說 我有臨床試驗證明 我想說天啊 連電台的藥都有臨床試驗證明 聽到我都想要買了 所以其實長輩去買電台藥 真的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因為他們其實是獲得他們的信任 那但是透過我們藥師 每個月每個月的去仿飾去送藥 他認識了你這個人以後 他會覺得欸這個年輕人講話 可能還有一點這個可信度 所以他就會漸漸的聽得下我們說的話 那另外呢 我們在這個送藥的當中 常常會發現其實偏鄉的長輩 他們有些這個環境上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在藥品的保存上 其實常常是會有問題的 那像這位長輩 所以你看這個鐮刀跟這個藥放在一起 這個我想這個保存上一定是很有問題的 那甚至有時候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五甲 五甲蛋雕 捨不得丟掉 那所以有些這個藥品變質的 他可能還在吃 那他不知道說這個藥品 他還是有一個期限 他會覺得阿藥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是 有病治病嘛 沒病強生 但是透過我們這個實際的去看到這些問題 那一一的去跟這個長輩做分享 那告訴他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行 他卻在他的這個疾病照顧上 是更有幫助的 那有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遇到的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長輩會自己當醫生 自己做醫生 為什麼 因為他會覺得 我家有抗生素 我有胃傘 甚至我有安眠藥 所以今天我有什麼傷口 我也是吃抗生素 我牙齒種也吃抗生素 因為對他們來講 抗生素叫做消炎的 就是我們台語講的消炎藥 但是事實上呢 抗生素的濫用可能會造成這個抗藥性 你有了抗藥性以後 有一天你開刀 可能就沒有藥品可以殺死這個細菌 那或者是安眠藥的濫用 你可能會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那未來呢 可能你這個 一輩子都要吃這些安眠藥才能睡得著 那其實在這個當中 我們也會發現說 長輩有時候他們會 一個月的藥 當三個月吃 為什麼 這第一個是說 例如說他在偏鄉 他可能領藥不是很方便 例如我們送藥到了這個坪林的時候 長輩他要領藥 他可能要搭公車下山 搭了公車以後要去台大醫院 還要轉捷運 捷運轉完了 你可能還要等兩個小時的藥 等完了回去 他一天就不用做事了 但是呢 在這些地方 他要這個 他要去 他每天就是要種殘種茶 那他少了一天的收成 他就少了一天的收入 所以其實是蠻 他會覺得說 這個還是不要浪費這個時間好了 所以呢 他就會覺得 高血壓的 高血壓嘛 就是我阿嬤滾筋 安安的時候要吃 因為脖子緊的時候 就是血壓高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血壓不是用感覺的 他是一個實際的一個測量 那其實在這個偏鄉 會有很多長輩他們會有這樣的觀念 那他就會這個小的疾病控制的不好 大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產生病發症 最後就會產生這個急性的醫療 但是這在我們的健保是看不出來的 他會覺得說 什麼雲端腰力啊什麼的 但是他不會看得出來說 因為這個慢性病的實際的照顧以後 那這個最後可以產生 減少這些重大的疾病的產生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藥師真正的 深入到了這些長輩的家裡 深入到了這個民眾的家裡後 可以解決的一些問題 那透過我們一次兩次的實際的方式 那增加這些長輩的信任 進而我們可以提供給他們很多這個 有用正確的一些生活的知識 用藥的知識 那這樣子就可以在這個長輩的整個這個 用藥的照顧上是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想這個各位應該都會覺得說 要是你們這個送藥我想偏鄉 應該都是長得像這個裡面的叫偏鄉嘛 那我想問在座各位 你覺得台北市會不會有偏鄉 會不會有 有些人搖頭有些人點頭 台北市大安區會不會有 其實在我的想像裡面 偏鄉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其實不方便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偏鄉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你今天住在大安區的黃金地段 但是很不巧 你的房子是舊房子沒有電梯 那你今天住在三樓 然後你是坐輪椅或是主拐杖 那你要上下樓 其實這個就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我曾經服務過一個客人 他先生臥床 那他太太就是可以行動這樣子 那他就住在這樣子的公寓 所以呢他領藥很不方便 那過去呢 他每次就是要放著他的先生每個月 然後跑去醫院領藥 那領藥了以後呢 他也不敢問太多問題 因為下一班公車可能又過了 他又要等一小時 他先生自己在家他也很不放心 所以漸漸的呢 他自己照顧照顧自己的情緒 也有一點憂鬱這樣子 那後來呢 他鄰居有告訴他這樣子的服務 那我們藥師真正的送到家裡 他可以慢慢的 欸問我們這個藥怎麼吃 為什麼要這樣吃 為什麼有些是早上有些是飯後 那還有他自己的藥物怎麼吃 那透過這種藥師到府的這樣子的一個服務呢 他就可以很放心的 不會說很有時間壓力的 那去詢問我們這些 欸去不好意思去詢問藥師怎麼用藥這樣子 那就可以提供他自己本身好 他先生更多的這些藥品的這些 藥物上的一些問題的解答 那講到這裡各位應該都會覺得 哇你們藥師真有佛心 所以你們的正值是在醫院 那假日的時候去送藥是這樣子嗎 那其實不是 我們所有的這個藥師都是我們公司的正值 那一張藥了不起就一百塊 那你們藥師到底怎麼做到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還不會到 那我簡單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在這個區域裡面有四個客戶 那我送過出去送藥出去 可能一個人了不起一張或是兩張 我可能只能送六份的處方籤 就這樣要跑一個區域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 那有沒有這些這個處方籤 是比較密集比較集中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想其實有一些安養中心 老人院護理之家 這個他其實是處方籤密集 而且這些長輩會住到那裡去 通常他疾病是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應該是有慢性病處方籤 那在這個安養中心裡面呢 可能只有護士在照顧 偶爾可能每個月有醫師的一個巡診 但是呢可能沒有藥師等等的 這些其他專業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樣 與這個安養中心的一個合作 那所以呢我一次可能可以送到 安養中心是十份藥 二十份藥 三十份 那這樣整個平均下來 我的整個交通的成本 我的時間的成本就可以少很多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等於是可以存活到現在這樣 那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呢 開始創業的這樣子的活 這樣子的事情 一直到了2012年都一直在北部 那2013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到了中部 那那時候因為我家住在台中 所以我就生先世主就跑到了中部 去服務 然後後來呢2014年我們服務到了南部 2015年到了東部 然後2016年到了這個台東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就是全台都有在服務 但是外島目前還沒有 因為這個本島我們是 花東在讓我們做的有點辛苦 所以我們希望喘一下氣再繼續努力 那我們在這個送藥當中 其實常常會有一些這個 蠻有趣的一個事情 那包括說呢 我們有時候送藥的長輩很信神 他會說 欸鑰匙你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神明齁 你的是真的還假的 那其實我們鑰匙也蠻聰明的 他說阿公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問 你問一次就好 問說這個鑰匙可不可以信任以後 他送來藥是不是都是真的 欸還好齁 一次擲杯就擲的行杯 所以我們以後就可以不用花時間在那邊擲杯 但是呢其實不是只有長輩需要擲杯 有時候齁我們鑰匙也需要拜提供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在偏鄉服務有些那個電腦的訊號不是很好 但是呢健保又規定 我們一定要去這個連線網路的連線 一定要下載資料 雲端要力過卡等等的這些 所以呢我們鑰匙就是要背著電腦 那背著電腦你要看這個基地台哪個方向比較好 所以呢常常要拿到戶外去拜提供這樣子 那所以不是只有擲杯還要拜提供 那我們鑰匙當然就是除了要這個會開車 還要這個背這些電腦 那不只是這樣就是要上山下海的做這些服務 那我想各位在上山 各位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讓我來講一個我們下海的故事 那我們鑰匙有一次遇到中南部 那像最近就是常常淹水 那時候也是淹水 那大概他要送到長輩家裡 大概剩兩三個接口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會告訴我們鑰匙 如果遇到危險你就不要進入 因為其實安全還是蠻重要的 那這個鑰匙也很盡責 他就說那我跟長輩聯絡一下 我過兩天送過來好了 那長輩一打過去他說 欸不行啦 我今天這個藥已經吃完了 那我明天就沒藥 你如果兩天後送來 那我這個就會有問題啦 那我們鑰匙一聽到這個二話不說 馬上脫掉鞋子脫掉襪子 捲起褲子就走過去了 那就是透過這樣子一次一次的這些 這樣關心長輩 那送藥到府的這些故事 那其實也一直在支持著 我們的持續的走下去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 我們前面介紹的就是 其實台灣的醫療資源是相當的不平均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 一點一滴的努力 那可以拉近這些健康的距離 那漸漸的呢 我們的偏鄉可能 不是我們想像的這麼偏鄉 我們呢 也可以讓健康走得更遠 傳遞得更遠 這就是我們想做的 謝謝大家 文治喔 剛才你講了很多這個 你去拜訪這些老人家的故事 我猜我們在座每一位 幾乎可能都有一位長輩 在家中也有一些用藥狀況 所以我可不可以請文治 聽聽大家的心聲 聽聽大家的經驗好不好 家裡有長輩在用這個 慢性病處方藥的舉手 我看一下好不好 哇 你們長輩都很健康 都不用吃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困擾 不管是您作為家人 或是長輩自己本身 在服用這些藥 有沒有有趣的故事 或是有些困擾可以把握機會 跟文治交流一下 這位小姐有嗎 碰到最頭痛的問題是 獨居失智長輩的用藥 什麼 獨居失智長輩的用藥 獨居失智長輩 獨居失智長輩 所以這個是我目前碰到最大的困難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個困擾 因為獨居長輩他就容易忘記 所以他的用藥就會有那種不穩定性 是 然後有可能會一次全部吃完 當然 那也有可能就是都忘了吃 對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困擾的部分 所以在這一塊 我們最後大部分 就是可能就是寧可他不用藥 因為他很怕他一次就把藥全部吞了 是是 對 謝謝您 您看您沒有準備狀況下 一下就點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文治 面對這種情形 你有經驗嗎 基本上我們有另外一個服務 不過那是自費的 就是說我們的藥品分包 可以幫你把它每天分成一包一包 每一餐要吃怎麼樣 因為有些長輩他 早上要吃三顆 下午要吃一顆 晚上又吃兩顆 他可能不會記得 所以我們有一個這個分包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那我想或許可以符合這個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通常我們到醫院裡拿藥 回來是自己放進那個小盒子裡面 但是你們也有一個服務 就是說 禮拜三早上的就是這一包 對對對 可是對於獨居失智老人的話 甚至這樣子恐怕還是有風險 對不對 他可能早上九點吃完之後 他九點半又再去吃一包 但是那個上面會有日期 上面還有日期 會有說這是第幾包 所以如果他還記得 就是說去看那個日期的話 可能還可以有一些幫助 對 上面有註解應該是會有幫助 然後就是字要大一點 對 字要大一點 沒錯 字要大一點 你看這立刻給你一個 非常實際的建議 對 很棒啊 謝謝您 您貴姓 我姓楊 楊小姐 我們掌聲給楊小姐鼓勵一下 關於您的演講的其他問題 我們待會在Q&A的時候 再一起形容 我們掌聲謝謝陳文師 謝謝